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阿弥陀佛 我们讲的是大圣起经论 那么在376页 那么刚才所讲的这些模式就是说 是在修订之后呢 那么这个修订的人本身呢 有很大的变化 跟平常的状况不大一样 那么就要非常的小心啊 不要到已经变化太大了 那有时候很不容易拉回来 稍微有一些变化 我们知道从初分别到细分别 细分别里头才叫做觉性 要引起我们的觉知的能力 要去察觉 所以本来应该修订是辅助我们的慧 而不是修订之后我们的性情啊身体啊 什么生活习惯全部都打乱了 那这样修订对吗 不对啊 那难免这个要想想看有没有招模 所以招模不是说一定是魔鬼来找了 不是哦 他在这个无意间 这个不知不觉间呢 我们很多的那种状况是异于常人的 所以这个往往也是我们的心魔鬼啊 所以我们说这个修订的话一定要让我们的心念非常的正确 我们平常的生活很正常 而且是很有道德观念啊 守戒清净 而且呢是为众生来学的 为了协助众生希望自己稍微有一点能力 增长自己的能力去协助众生 不是为自己 不为自己名闻立养那是不是也很容易遭到名闻立养的魔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学佛是应该越学越怎样 越智慧越慈悔才对 但是生活还是越正常哦 而不是学佛之后就不可一世 哦 慢心起来哦 别人都都不如我了 那这样的学佛对吗 也都错误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 所以我们说学佛就是要保持我们的什么 正知正见 正常的生活 我们的心量越来越大 对不对 这是透过慈悲心 透过智慧所熏息出来的嘛 我们越来越明理是不是 越来越不会无理取闹 那这个是正面的 是学佛者应该有的 是越来越能够怎样 这个体恤大众的 越来越不会呢 自以为是的 越来越不会呢 这非常的刚强 主宰性很强 这个是不是都 学的方向都不大对 所以平常都要不断的去怎样 要观察 也要能够善于观察自己 我们才能够去观察终生 自己都搞不清楚 我们怎么去搞得清楚终生 对不对 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些 起经动面的变化 好 那么接下来 就是减除凡外事定 也有所谓的这个 等于说世间的什么 外道的定 跟佛教的 跟佛法的定是不大一样的 刚才这个模式 那么也是什么 也是模外霍乱 如何的对峙 那么也还是要什么 要正知见 对不对 正常的生活 对不起要持境界 种种 好 那么我们从本文来看 因之外道所有三昧 要知道呢 佛教之外的这个修定来说的话呢 皆不离贱爱我慢之心 贪着世间 名利恭敬故 那么这里能不能看到有贪吃我贱慢香水啊 有没有看出来 这是什么 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 第一 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 这个贪吃我贱慢香水 这个四个根本烦恼啊 那么除非透过佛法 才有机会对峙 透过第六意识来教导我们的第七意识 如果没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种 俱生我质的根本烦恼 这种属于俱生性的根本烦恼 是数世以来的习气 习气的问题啊 那么以外道 它是没有能力对峙的 所以它所显现出来呢 大概都不离这个 尤其我们说它修订 平常我们没有修订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前六世的 都还是在躁动之下 第七意识的那个根本烦恼 陷起的机会当然也有 但是往往会被前六世粗的 粗糙的根本意识呢 根本烦恼所怎样 掩饰掉一些 但是我们说修订的时候 修订的时候就是让我们前六意识呢 能够怎样很多的杂想忘念能够沉袭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它会 它反而会起得严重 会起得严重一些 所以这个也会是我们去检测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所以这个也唯有佛法 尤其大圣佛法 那么整个系统上面呢 比较容易来透彻的了解 所以这里说 接不离什么建爱我慢之心 有没有 而且贪着世间名利恭敬 也就是名闻立养的心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名闻立养的心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什么 贪欲的心 我们贪欲的心是不是处世以来的习性啊 习性 而且呢 我见的心还是很强 所以我们说我见的心是不是也要透过深入法性 才有可能去怎样去对峙的 透过圆起信空来对峙我们的什么 我见 那么这种 有我见其实就会有我爱然 对不对 甚至还有什么 我慢 我慢的心 所以我们常讲 常说这个 那个自卑跟傲慢是不是一体两面啊 越自卑的人越怎样 越傲慢 是会有悲慢的状态 有时候有的人的傲慢来自于他的自卑心很强 所以就像自卑之类的跟慢心也都有关系 悲慢悲慢常常结合在一起 像孪生兄弟一般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说外道的修订 这个要去检测外道的修订 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表示如果我们自己 以佛法来说的话 不是保持着正知正见的时候 是不是也会这样啊 自然也会嘛 因为修订我就想说是 分别逝世的能力怎样 让它降低下来 我们已经习惯用分别逝世 修订是不是希望这些分别逝世的能力 那个分别性要能够怎样 沉浸下来嘛 所以那个第七字的那个习记啊 它会翻滚上来 好所以真如三昧者呢 就要不住相 要不住见相 不住得相 乃至出定义无泄慢 这是不是要相对的啊 就是说不应该是这样 一旦如果我们在修定的状况 竟然出现这些根本烦恼 表示我们的功夫实在太差 正知正见的这个功夫呢 下得不够 对不对 所以就算我们修真如三昧来讲的话 也不能怎样 住见相 对不对 因为见是我们的什么 俱身我之 所引起的烦恼 是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 所以这里的 这个德也是啊 因为一旦有德我们就会去爱去 乃至出定呢 也没有泄慢之相 那表示说有的人 这个在修定当中 因为有点特殊的经验 一旦没修定 因为他在定中有一些特殊的经验的时候 哦出定他就非常的傲慢 会觉得哦他有神通的能力了 是不是 这也是非常的麻烦 所以呢 所有烦恼呢 渐渐为博 修定是帮助我们 让我们很多的粗烦恼 也能够怎样 粗烦恼其实在粗的时候 就应该要去驱逐 其实这些都属于细烦恼 修定因为是细 解决的是细的烦恼 我们在散动当中 是不是粗啊 所以我们说粗的部分 粗的部分我们自己定要调整到政治正见来 之后呢 所谓的修定是细的调整 微调 常讲说很像个望远镜 望远镜我们是不是要把目标先定好啊 那个在定目标的时候是不是晃动的很厉害啊 要找找看我到底是要看哪一个部分 是不是这样子晃动啊 等他找好目标好 我定在这里了 然后再怎样 再微调 调他的focus要让他怎样清楚 他的焦距是不是要调明 如果我们一直在调焦距结果 不是这里 我又调到这里 又跑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又要调啊 所以是不是要粗的先调 之后才调细的 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习惯上观念上都是错误的时候 你说修定真的很难 不容易 乃至呢 我们说招模的机会就很大 所以先要求自己生活行为举止 深口一三叶 都应该要怎样 要能够持戒 我们的身心是能够收射的 这是不是粗条啊 之后修定是细条 所以你看 为什么说细呢 第七意识的这些根本烦恼是不是细的 七八两事都是属于什么 细意识 所以有的人说 我修定以后我才发现 我那贪嗔痴烦恼很严重 我说你也不要 没有修定 只不也要感受到自己的贪嗔痴的烦恼很重 不是等到修定才发现 修定的发现是发现到细了 不是发现这个粗的 粗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在生活中也要去体会到 要能够去觉知到察觉的到 在生活里头 其实我们的那个心也要逐渐细下来 也要能够细 所以我们是透过修定来让我们的烦恼 能够逐渐从初而到细 连细的都还能够观察得出来 愿到能够观察得出来 这些我们才有机会去把它怎样消除 去除 面对它 有时候我们根本连知道都不知道 自以为是都觉得没什么不对 对不对 傲慢的不得了的 那怎么去解决慢的问题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去察觉的到 觉知的到 也才有机会去怎样处理它 所以若诸凡夫 不惜此三昧法 得入如来种姓无有是处 如果不是透过修定的方式 而能够入如来的种姓 来说的话呢 无有是处 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呢 要入如来种姓 是不是也要修 修如来 真如 真如三昧 好 当然 那么就先这么 那么修世间诸禅三昧呢 多起谓浊 依于我见 弃属三界 与外道共 若离善之事所附 则起外道兼顾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修世间诸禅三昧来说的话 就难免会起什么 会起味着 也就是所谓的味定 所以在解释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平常在定来讲的话 会有所谓的味定 味道的味 有没有 去感受到那个禅味的味 还有呢 静定 清静的静定 所以 还有呢 无漏定 无漏定 那以味定跟静定来说的话呢 它属于什么 有漏的 所以 为什么叫做静定呢 也是希望透过 透过修定当中能够远离 一分烦恼 那么就 让这种 有漏善心现前 叫做静定 也在启发我们的什么 善心善念 首先要是先去恶行善 之后才谈得上有漏到无漏 所以呢 属于味定跟静定 它都还是有漏的状态 那么 也因为这个爱酌为主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数世节以来的什么 爱酌的习性 这个是属于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 所以我们在定静当中 我们就很容易去贪恋弃酌 很多人一旦修定的时候呢 不愿意到溃闹之处 那也是种爱酌几境 所以我们一旦对定静爱酌的时候呢 就会适定而起慢 壮事的 我在修定 我这个是很有修行的 那你们应该来护制我的 这是不是几慢啊 会觉得我才有修哦 那你们都没有修呢 那这个是错的哦 那这个也是什么 是足了 那么这个叫做味定 因为一直尝到那味道 一直想要在尝吗 是不是贪欲的心所起啊 有时候我们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啊 我就一直想着那个味道 那么有人 比方这个 小时候 他这个比方 现在差不多六七十岁的人 他可能小时候就离开台湾 那么到了大陆 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 回到台湾的时候啊 他就一直想 我小时候吃过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实在非常的好吃 有时候透过想 时间久了 越想越好吃 他一回来台湾 到处去找什么古早味 走遍了大街小巷 就是要去找那个 他小时候吃的那个古早味 但是怎么吃 他就觉得不对不对 不像不像 这是不是一种味着啊 着那个味 这个也是一种谭语心 也是一种谭语心 好 所以呢 所谓的真如三妹来说的话 他必然是什么 是不住 不住见相 也不住得相 是无所住无所得的 而且呢 所有的烦恶呢 都应该怎样慢慢的堡落下来的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 要勘察 要勘愿 我们在修订三妹的邪证 可以从出订以后的状况来看 有更大的关键就是 修订之后正常不正常 正常你修的是正定 不正常表示你修的是协定 这个一旦这个从修订 这个回到比较愧闹的地方 有亲戚朋友都觉得你怎么怪怪 说话也怪 行为也怪 行动哀乐的变化那么快速 那么的这个焦躁不安 那么这些是不是都属于什么 不正常 跟原来的个性不大合 对不对 这个就不正常 表示这样的修订是不对的 是一种协定 所以呢 如果凡夫 若如凡夫呢 不学习这种真如三妹 而说能够得到 正如三妹的这种发心柱 能入如来种姓 也就是所谓的发心柱 那么这个是无有是处的 那么这里也讲到说 修世间诸禅三妹来说的话呢 多起味酌啊 都会 大部分都会起了什么 这种攀酌的心 去享受那种味道 那种到位 那么这个都是怎样 都是异于我见的缘故 透过我见我们才会畏着 对不对 那么这个都系属三界 与外道共 这个都还是共外道的 不是我们佛教特有的禅修 那么如果属于世间的禅定 可以也可以 虽然也可以离烦恼 一分的烦恼 但是呢 比较没有办法去断了嘛 我见 因为外道没有这个观念 对不对 佛教之外没有去针对我们的我见 去做处理 都会觉得自以为是都很正常啊 都说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意见哦 对不对 我们平常在学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况啊 你要认定你自己的目标哦 那这些其实都还属于什么 世间法 所以这个都还是属于有漏法 所以呢 很难去怎样 针对我见 所以一旦 我们说如果依于我见来修禅定的话 已经不属于佛教的禅定 不过只是共外道而已啊 所以呢 世间的定能会不离三界的见爱烦恼 所以这样子的修定呢 说实在呢 也不得出离 出离不了三界的 因为就在三界之间嘛 而且都属于什么 世间三昧 那么像四禅啊 四无量定啊 四无量啊 四无色定 这些呢 都属于共世间外道哦 那么主要就是因为 这也说总之 我们如果是凡事呢 易于外境 沉着于外境 贪染于外境来说的话 都是取着外境而修 那么都是什么 共凡夫的世定而已啊 都是世间定而已 唯有修什么 真如三昧 才是不共世间的真定 因为他属于什么 胜利地的禅 他有解脱的能力 就是说有跳脱世间的一个能力 所以要修 修此 真如三昧的话 要依止善知识啊 所以依止善知识呢 算是修止 必费的什么 资粮哦 前面也讲嘛 要依什么 要能够有师有来学 要找得到善知识来学 好 那么第四个呢 就结战三昧的利益 所以论主就说 精情专心 修学此三昧者啊 如此的来修三昧 正知正见的来修三昧的话 那么现实当得十种利益 有哪十种利益呢 第一个 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互念 因为与诸佛菩萨呢 比较相应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观念 是不是已经经过诸佛菩萨的教导啊 会调整我们的凡夫的念头吗 所以当然会相应 第二呢 不为诸谋恶鬼之所恐怖 前面也讲过 如果我们不是正知正见的话 就容易 这个招谋啊 那么也会被诸谋所恐怖 第三呢 不为九十五种外套鬼神之所霍乱 不会有这种状况 第四呢 也会远离诽谤圣神之法 因为我们会把心收摄起来嘛 而不在 不沉醉在什么 外境上面 外境的这些毁谤啊 种种是不是都是妄境啊 所以呢 我们收摄起来的话 我们也比较不会因为这样而起烦恼而造恶业 所以自然我们的罪 重罪业障是不是也渐渐为薄 第五呢 能够念一切疑 诸恶觉观 因为在修订的时候呢 他们会对峙我们的五概 五不正寻思 这些都属于疑跟恶觉 第六呢 于如来境界呢 那么信德增长 会逐渐增长我们的什么 信心 第七呢 能够远离忧悔 比较不会这个犹豫不决 然后忧忧恼恼的 我们为什么会忧恼 往往是因为着外境 才会忧恼 这个后悔 那么我们说收摄近来 尤其我们有正知正见的话呢 那么在生死中呢 勇猛不阙 我们会知道说 这个还是要 面对我们的什么 生生不已的生死之流 对生死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比较能够坦然接受 甚至我们在这辈子 我们会除备什么 将来的什么 资粮 八者呢 其心柔和 舍于娇慢 不为他人所闹 那么 为什么能够其心柔和起来 其实也是设相从性 我们着相的话就会自以为是 因为与妄境怎样相应 一旦能够深入法性 观音缘法的时候 那个我值会降低的 所以我也常常讲说 那我们知道说 什么叫修玻瑞法门 修智慧法门 当时我都会以为说 修智慧是 盖隔壮的事情 对吧 不知道所谓修 博瑞竟然是什么 柔顺人 竟然是柔顺人 我真的非常的震惊 原来所谓的智慧呢 是 当我们真的 开启了智慧之后 我们是柔和下来的 我们在愚痴状况 是不是都 一直跟人家争辩 强词夺理 自以为是 我自己敢也没耍你 对吧 那是很愚痴的一个作为 当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是会柔软的 因为他会观音缘 随缘尽分而已 自我的那个意识 不会那么的强烈 所以自然就会怎样 齐心柔和 这一方面呢 因为能够去面对 去这个 算是说 对我们的那种 素氏的慢心 我们愿意呢 去做一些努力 素氏节的习性 不是我们这辈子当解决 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逐渐降低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 能够降低的话 其实我们第七意识的根本烦恼 也能够怎样降低 不只是慢啊 对不对 我见识也能降低啊 我爱也能降低 余知的心也能降低 是因为透过佛法智慧的熏燃 不要讲熏燃 因为智慧本来就应该 不是燃法 反而是一种什么 净法的熏息 那么第九呢 九者呢 虽未得定 虽然还没有 还没有入定 到这种定境来说的话 但是我们对 一切时一切境界处呢 则能减损烦恼 不乐世间 为什么能够减损烦恼啊 不着相 不会被外向所左右 我们为什么烦恼 因为我们被静所牵着跑啊 心随静转 心就起烦恼啊 忘心就会起啊 而且能够怎样 不乐世间 为什么能够不乐世间啊 因为深入法心 而不在法相上 那么我们在世间法 往往都乐着世间 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着相 羡慕人家的名文力量 自己也会起贪心 也想要去追求 那么 真正的 透过这个 现在应该说是 修这个真如三美 等于是透过佛法的熏悉 那么 能够怎样不乐世间 但是我们说菩萨法 菩萨道是不是还是深入世间的啊 它能够出乎你而不然 所以我们说超凡入圣之前 我们都在世间法里头 那经过超凡入圣 我们就有机会脱离世间的束缚啊 但是呢 因为有脱离世间的智慧 所以我们在入世的慈悲里头就不会染拙 这个很像美容前美容后是不同的 是不是 这个 灭盘 证得灭盘之前的入世间 跟灭盘之后的入世间是不是不一样的啊 还会尝到灭盘位之前的 这种在世间法里头 我们难免不断的怎样杂染 但是菩萨道因为有入灭盘的这种智慧的时候 那么 这个也是出世间的智慧嘛 对不对 再入世的时候呢 它就能够怎样 不乐世间 它是为众生而入世间的 不是为自己 所以它能够不乐世间 所以这是第九 第十呢 若得三昧不为外人一切因生之所惊动 我们的耳根 我们的六根当中耳根最利 很多事情 比方我们说 就算这部大圣奇迹论的讲迹好了 我们说我们自己看 用眼睛看 不容易看得懂 听一听到是有机会听得懂 有没有 耳根比较利 参加一个法会 我对泛败庄严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很容易起了感动的心 所以我们的耳根比较敏感 所以我们经常的被外人一切因生所惊动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又很善于这个道听途说 所以心 我们的忘心就一直被忘记在那边起伏 躁动不安 一直被什么 这个外人一切生命之所惊动 当我们能够深入法性的时候 是不是就比较不会了 因为我们比较不着于什么外在的现象 连耳鼻舌生意所接触的色身香味处法 是不是都属于外相 其实都属于外相 所以自然就比较不会 所以不管人家怎么骂我 不管人家怎么赞叹 那么只要我们自己内心 要细心的去观察 我到底与佛法相应不相应 如果相应 不管人家怎么诡谤 也不坏我坚持的心 如果我与佛法不相应 就算人家怎么赞叹 我们是不是也不能起 也是不对的 要有这样的自觉的能力 是以什么 以法来做标准 而不是以外面的因生 而不是以外面的因生 来做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不会被因生所扰动 所惊动 所以这个是结战三昧利益 结战三昧利益 然后官修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的科判表 稍微看一下 我们在指观形里面 那么先从略说修指观 那么我们这个之前 以上所于什么 修指的部分 这个都比较在指门上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什么 修观 修观 所以在修观方面呢 柱子起观 那么观成双运 柱子起观呢 要观意 观相 观用 观实 之后呢 观成双运 所以我们现在 在这个 观修 的部分 那么 为什么要观呢 这里说 柱子起观 柱子 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 是不是比较偏重直 照说应该是柱官 起 不能说起直 有一点像 以止 柱官 对不对 这里倒是柱子起观 所以比较偏重观 偏重直 偏重直 我们来看官义 然后官相 对不对 然后官什么 官用 官实 四个部分 我们先看这个属于官义的部分 副字 若人为修于止 如果人 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者呢 那么只有一直 不断的在修止 那么 则心 沉默 或其 懈怠 因为修止 好像就是 一直不断的 止息下来 那么 心就会觉得 是沉默的 或者呢 会是懈怠的 而且呢 不乐重善 愿 离大悲 事故 修观 那这比较属于止的一个特质 不乐重善 就是因为它 这个会比较怎样 远离窥闹 因为它在这种 指的这种极境的那个向上呢 其实也着了什么 着了极境向 极境向 只是说修止的极境向跟什么 见 应该说 真如献前的那个极境 是不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为什么 修止的极境是怎样 心细一静的缘故 才感受到什么 极境向 能够真如献起的时候的极境向 是什么 灵系论 灵系论的那种极境涅槃 好 那么这里 说不乐重善 因为 贪着了那种极境 的关系呢 所以呢 就会怎样 愿离大悲 因为所谓的定本身 都有极境的特质 那当然 如果说我们是 这个大圣法的修止观来讲的话 那么是不能 不能远离大悲 这样是不是跟我们的大圣法是冲突的啊 事故呢 修观 所以真正的修观 在佛法上的这种 透过智慧来理解的时候呢 其实是不会违反大圣法 因为在领路上啊 因为对众生的那个慈悲心呢 是需要结合的啊 不过 我也认为说 我也认为说 在这里讲到 比方心的沉默呢 那种昏沉 调举啊 因为这里也讲到说 修止观呢 照说是 使心中正 使心呢 调得很 很 应该说是在中道上 不偏于昏沉 但是也不能偏于什么 调举 一个是往下沉 一个是往上举 那么修定 是不是希望能够调合这中间啊 不能开 不能往下 也不能往上 而把它调到什么 中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呢 所谓的修止观 应该是使心能够怎样 中正 在中正当中才能够安宁 明镜 不散乱 不沉默 所以属于昏沉跟调举 是修止观的大障碍 是大障碍 那再方面呢 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到 其实讲到昏沉调举 这个其实都是定境的过程 说实在呢 我们所修的观 比较应该不是从这个地方起来的 但是呢 因为本论 偏重于止 而且呢 在这个设圣意会的时候 也在无分别的止中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也讲到 在观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能够从什么 分别因缘 因缘的这种生命 生命因缘嘛 透过观而来怎样 而来止息 依着心 因为透过什么 真如心来修 那么来怎样 来摆平那种生命的心 所以呢 这里就算是真如三昧 是属于圣意地 圣意禅 来说的话 那么观是不是应该在圣意会上 也比较于什么 无分别的止中而已 把这两个无分别呢 结合到一起 而且偏重于止的无分别 好 那第二 观相 修习观者 当观一切 世间有为之法 世间的所有有为之法呢 都是透过造作而来的 所以呢 都会透过原生而圆灭 那么 也都 透过这个 就是说有为法 主要有为法就是他有生命 那一旦有生命呢 所以这无德的久停啊 虚于变坏 是不是无常的啊 而且呢 一切心形呢 念念生念意 事故苦啊 这个叫做苦观 所以呢 这里的观相 比较特别 比较奇怪的就是 他竟然跑到 生文法里面的什么 四念处 四念处 因为他观什么 观无常 观苦 观无我 观不尽 所以呢 无德久停 虚于变坏 是无常观啊 一切心形念念生灭 已是故苦 所以 所谓的苦呢 是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所以我们常讲说 佛教一直都讲说 世间是苦的 这个苦 有的人就反对说 也有快乐的事情啊 没错啊 但是呢 所谓的快乐 是不是还是无常啊 那苦其实也是 也是无常啊 也是无常 那么这里我们所讲的苦 是因为怎样 无常才苦 无常故苦 苦故无我 对不对 所以这里也都是属于什么 圣身的空意啊 所以这里也等于说 在做无常观 苦观 还有呢 这个无我观 无我观呢 就是因观过去 所念诸法 恍如 恍惚如梦啊 以过去来讲的话呢 好像做梦里法 成为过去了 那么因观现在所念诸法呢 犹如电光 好像电光闪过 我们的现在啊 说实在到底多长多短啊 无有定法的 是不是也都相对出来 现在可以说现在这堂课 也可以说现在这一天啊 是不是也可以说 现在这个月或现在这一年 或者现在这一辈子 可不可以都叫做现在啊 所以所谓的现在呢 很快又迈向了未来 是不是 所以以现在来讲 我们说犹如电光 烧世即过 烧闪即灭 所以呢 以观现在来讲的话呢 犹如电光 那么这个是在观什么 无我 这个我呢随时都在变化 从过去 从现在在至在未到未来 那么这是无我观 还有不尽观就是观未来 因观未来所念诸法呢 犹如鱼云 然后孵而而起 那么因观世间 所有生呢 皆息不尽 这里应该在这个 这个观无我的这部分 从过去 现在还有什么 未来 因观未来所有诸念 犹如鱼云 孵而而起 这个是什么 观未来 还是无我 也就是经浪经讲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是不是 还是不可得 我们的这个心呢 都没有办法停住 过去如梦 现在如光电 电光 未来如什么 浮云一般 所以这个都属于什么 无我观 那最后呢 因观世间 一切有生呢 皆息不尽 皆息不尽 种种 会乌 无一可乐 要观察我们这个 主在世间的这个色身 一切 有情众生的身呢 也都是什么 不尽之身 只是一个臭皮囊 包了分尿在里头 然后酒孔 从酒孔出来 是不是 所以呢 对身不用太去爱着 因为都是什么 这个不尽之物 在里头 无一可乐 无一可乐 所以在这个解释里头 老师也说 修观 照说以大悲心 修观应该要起什么 慈悲心 大圣法 以修观应该要起什么 起大悲心 但是 这里竟然以四念处为观 比较特别 好 那么在观用 观用的部分 如是当面一切众生 从无始始来 皆因无名所需其故 令心生灭 以受身心大苦 那么所谓的观用呢 就是在这个修 修观 所起的作用 前面观像呢 就是修观的那个 所缘的现象 那在观用这个部分 就是 要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么 我们就来看这个笨文 说 我们应该要怎样呢 要当面所有一切众生 从无始结以来 都因为怎样 无名所熏喜的缘故 所以才让我们的心 怎样起了生命 也因为起了生命 所以我们已经受了什么 身心大苦 我们不断在这种 无常生命当中呢 其实我们也 不会感觉到苦 因为无常的缘故 所以苦 那现在呢 极有无量的逼迫 以现在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 那种无常的逼迫 不仅自己都要面对 我们在过程当中 是不是也看到至亲好友的这种生命 那未来所苦呢 亦无分歧 难舍难离而不觉知 未来的那个苦呢 是不是还是无限无量的 没有办法去限量的 而且呢 难舍难离 因为这种苦跟无常呢 是不是都完全结合在一起 无常苦苦 那么但是呢 如果我们不觉知的话 而不觉知的话呢 那么众生如是 甚为可命 如果众生呢 完全都不觉知的话 那是不是相当的可怜 所以我们说 透过佛法 是不是让我们知道 世间无常 苦空无我 对不对 那么也是前面的 这个所谓的四念处 观身不敬观受 是苦观性无常 观法无我 所以呢 做此思维 一旦我们这么细细的来思量的话呢 那么我们极应有猛力大事愿 压力很大的事愿 不仅我受这样的苦 所有的众生也受这些苦 所以愿令我心呢 离分别苦 离什么 生灭的分别 离生灭分别 为什么会有生灭的分别啊 因为无名 无死无名 驻地 习性的关系 使我们不断的怎样 在着了什么 生灭 分别之苦 因为透过 透过着相 那么起分别 起分别呢 那么去感受到什么 苦 所以呢 能够骗十方 修行一切 诸善功德 希望能够周骗十方 那么如何周骗十方呢 就要不着相 是不是 是不是要射向同性啊 透过法性来周骗一切 所以到成佛的时候 我们说 成佛是具足圆满 一切什么 称性功德 有没有 他还是透过法性的 所以呢 要骗于十方呢 就要骗法性 买至到骗法界 所以修行一切 诸善功德 尽其未来 骗法界在空间上 骗未来 是不是在时间啊 从过去 现在乃至到未来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修行 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怎样 解脱时间空间 对我们的身心的什么 束缚吗 对不对 我们也因为受到 时间空间的束缚 所以我们会感受到 什么 生死的苦魄啊 所以也才想要怎样 这个解脱出来 所以这里所讲的 其实也是近十方骗法界的 近其未来 那么以无量方便 就罚一切苦恼众生 要去随顺无量无数的众生 那么是不是也要 无量无数的善巧方便啊 所以也是要透过广学而做文 而且呢 我们说在这个 三大二生起结的过程也是 我们逐渐逐渐的 在果位上的提升 在境界上的提升 所以看到的所缘的众生 是不是越来越广泛了 也才能够去怎样 立即所有一切众生 那么要如何的去救拔 所有一切众生呢 就是希望所有众生 都能够令得涅槃第一意乐 起码要协助众生 能够去解脱什么 生死之苦 那么要解脱生死之苦 是不是要透过涅槃第一意 要与乐 拔苦 要拔苦也要能够怎样 与乐 给予众生安乐 那这种安乐来自于我们的解脱 解脱什么 世间 世俗的这种束缚 所以就要透过什么 涅槃第一意 所以以起如是愿故 所以这里涅槃第一意 是不是要透过观 所以这里观的作用 也在这个地方 是透过观 而让我们能够起了什么 得涅槃第一意的这种作用 所以也因为起如是之愿 如是愿故 所以在一切时一切处 有没有 是不是尽虚空界的 尽虚空遍法界 而且呢 从过去现在 乃至什么 无尽的未来计 所有众善呢 所有的一切 无量无边的善 都能够随己堪能 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承担的那种力量 是很有限 随着我们的心量 如果我们的心量 非常狭小 我们的堪能力 什么就非常狭小啊 菩萨为什么能够堪能 能够堪认 所有一切众生的苦乐 也因为菩萨的心量 怎样逐渐逐渐不断的 怎样扩大 所以呢 要随己堪能的话 是不是都要 等于是 借着智慧的修行 而提升我们的眼界 借着慈悲 而怎样扩大我们的心量 所以呢 随己堪能 不舍修学 心无懈怠 透过智慧才有机会来 这个罚众生之苦 而给予什么 涅槃第一意乐 所以心无懈怠 这是不能懈怠的 要精进 努力不断 生生世世的修学 好 我们学习一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